马克思在老年痛悔的说道,我所写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,都是垃圾与误会之书。 实际上我在共产党宣言中,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,就明明告诉人类,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,幽灵是什么? 幽灵就是在我身上附体的撒旦魔鬼。垂垂老矣的马克思,自称共产主义宣言,是无惠之书,不幸的是,这本无惠之书日后却成为一些人心目中,可以取代圣经,自己下皇权时,都要随身携带的物品。 一个故事能说清此书对无产阶级的蛊惑。一战前,在巴伐利亚矿区科堡,因费病而去世的矿工多要求和圣经一起埋葬。 据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莫根韶·哈斯莫格德·辉毅,在他随着自己的医生父亲去矿区探病时,有一些矿工临此前要求和共产主义宣言一起埋葬。 1932年,美、英共产党出版了廉价版《共产主义宣言》,这本书印了数万本,是当时英语书籍中印刷最多的书籍之一。 二战后,《共产主义宣言》进入学校课程,加速了共产意识形态的深化。 六十年代起,文化马克思主义,携带着各种主义、风潮,悄悄潜入现代人心灵,改变着现代人类的意识。 而在上世纪末共产阵营垮台之后,被前共产国家唾弃的共产主义,披上社会主义外衣,启动它腐蚀人类的新一轮计谋。 二、俄罗斯与中华文明古国二十世纪初,在俄罗斯广袤的北国土地上,出现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极权国家,前苏联。 它以各种手段及武力入侵,扩展加盟国、卫星国,并于1921年渗透中国。 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,是全世界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古国,人类精神的家园。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,苏联已首扶植壮大中国共产党。 1945年,二战最后几天,百万苏军入侵东北击溃日本,把日军缴交的大量凶猛军备,专交给林彪四野军。 四年后,1949年,四野军乘坐着苏联兵工建造的跨满洲铁路,拿着战败者日军的精良武器,挥军入关,直下中原,击溃了四年前在二战中耗尽人马资源,力确战胜日军的中华民国国军。 1949年,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 中华文明古国成为苏联傀儡国,五亿四千万,沦陷时人口古国人民成了共产党的禁卵、山河变色。 继前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之后,中华古文明帝国,被共产主义挟持。 国土上,除了马、根、猎、毛的东西之外,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,被焚被禁。 传统被连根拔起,中华民族静天静得的脑中,被植入为物论、无神论,被劫持半个多世纪,直到今天。 随着红色中国跃上世界舞台,他有着更大的野心。 他不只是前苏联的继承人,却已成为共产阵营中野心勃勃的主角。 他的目标是全世界。 他来自于苏维埃的镰刀和斧头举向全人类。 红色中国成为光照邦核心计划中,摧毁人类人民的最新工具。 3、戈尔巴乔夫,我们向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和国家道歉。 1949年10月1日,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血旗。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,因此,它的党旗上有苏维埃的标识,镰刀斧头,或锤子镰刀,而更血切地说,共产党的源头在光照邦,镰刀锤子,来自于光照邦的分布,共济会。 在西方文化中,镰刀象征收割人命的死神。 为了避嫌,在伪人民共和国的血旗上,镰刀斧头,消失在象征党的那颗大星中。 这面旗子是人血染的,一旦挂上这血旗,就会布下一个不能两场,是不祥之兆。 在建政第一天,人民共和国印的第一幅国家版图上切去了外蒙古,那是新中国,献给苏联老大哥的第一个大礼。 在这北新中国的第一天,我们失去了饱满的秋海棠。 一面人血祭祀染红的血旗,缓缓升上了天空。 从那一刻起,被绑架的数亿中国人,成为现在撒旦祭坛上的祭品。 七十年来,八千万人被谋害,十四亿人被结婚,百万人器官被活摘。 在崛起后的今天,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自杀人数最高的国家,自杀死亡的绝对数字居世界第一,每年自杀者向三十万攀升,自杀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五十。 1991年圣诞,与共产主义宣言相隔一个半世纪,哥巴乔夫和叶利钦,在克里姆林宫宣布苏共解体宣言,在世界的各个角落,只要出现共产党就会出现内战,饥荒和恐怖,就把烧杀,掠夺,暴乱,篡国夺权,血流成河带到哪里。 为此,我们在克里姆林宫,真诚地,向全世界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和国家道歉。 克里姆林宫最该道歉的,恐怕是七十年来被关在铁幕后,集体失忆,全民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,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的文明古国,中国。 4. 马克思,轮到我们的时候,1849年,马克思主编的新莱因和报被禁。 在报纸的最后一篇社论中他写道,我们没有慈悲,也不会向你们寻求慈悲。 轮到我们的时候,我们不会畏恐不找任何借口。 我们不妨把这两句话,和共产主义宣言著名的结尾放在一起看,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。 他们公开宣布,他们的目的,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。 自始至终,共产主义的目的是,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,打垮它的一砖一把,片甲不留。 它的目标和手段非常明确,那就是一种毫无保留,绝不到歉的暴力,谎言加恐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